資深會計師楊光明表示 新稅罰出台前須做好稅務規劃 因為新政府稅改後 個人稅可能達到39.6% 他建議納稅人可以做房地產或比特幣等 一年以上的長期資本力投資 這種投資在個人報稅時的稅率將減半 另外他也指出 目前出租性房地產或投資性房地產 一旦開始獲利 可以通過1031交換條款 把獲利帶到下一棟房產中 而不用交稅 但由於新政府可能會廢除掉這一條款 因此他建議 物業擁有人要提前規劃 他賺的就是4千萬 你資本利得如果超過100萬以上 你的稅率就打40% 就規定 所以他馬上就可以把這一大批 之後1031交換條款 他資本利得馬上就很避免要交稅 要交到40% 加州目前的稅率都13% 還早上調到46% 如果拜登的40%加上加州的56% 然後還有一個叫歐巴馬健保 他還會多加一個3.8% 所以他快60%就不見了 楊光明還提到 目前遺產稅額度 是每人一升1580萬 新稅法修改後 額度可能退為500萬 那拜登上來以後 他很有可能會回到歐巴馬時代 就是2016年最高的500萬遺產免稅 他主張用您父母親當初買的成本 多少就賺給下一代 這差很多 比如說你這個 父親他當初投資的成本差100萬對不對 OK 那現在不是增值到1000萬嗎對不對 拜登他說 NO 你要回到當初的100萬 當初你的成本 如果他轉賣掉 價值如果是1000萬的話 慘了 那這個有900多萬的CAP金他馬上要交 因此他建議 在新稅法沒有改變之前 可提前將遺產送給子女 不要等稅改後再送 新唐人記者楊楊 洛杉磯採訪報導